万经教友的见证 有一位名叫蒲 心地善良的老人 一直想要做真正的基督徒 但他的儿子反对父亲领洗 也不许他烧掉祖先的牌位和其他的神像 有一天 老父亲趁着儿子下田工作时 把牌位香卤竹台全给烧掉 直到儿子回来时 没见到神像 竟把父亲杀死 老人家只好饱到万经 几天后回到家中 儿子一见到父亲 便开始乱棒毒打 躺在地上 动弹不得 甚至要把老父亲 赶出家门 过不久 朴带着满身的伤痕 仍在万经天主堂领了席 圣当为天主的善子 天空冠完 外交人 受尽办法 佩海教会 有一位外交人 希望女孩 可以嫁到好王妻 在找到鸦国的时候 因为她真善家 不可以跟她宵家结婚 她就跟鸦国说 你来我家政策 可以过生我 并且买将女孩嫁给她 就这样 鸦国很久在做工作 在鸦国去听得理的时候 被发现 并对她说 你若一天没做事 就要继续跟她的关系 主理一天 鸦国没去判断做工作 你去圣诞听得理 她发现 她跟鸦国完结 并将她跟出门 并对我说 现在仇无无 人家自己的面称也没有了 虽然 鸦国真有礼貌 买得回家自己的面称 但撞出来一位老夫人 撞到他们的贪婚 代替行面称 让他们受尽了无料 虽然在正人的面称 无面称 而且受正人的无料 昨天一位 得行健康的教友 一位如教友名叫妮子 撞参长人 他本身先龙 他在164年 8月15日 命世 忘掉生天生母 上主的文章 向他有手 他与专心专力 专门的心客业 来福采天主 与共同的心会 从因他拜奉别人 安慰友谷 但不幸的事在 他要回来时 他的王子 破坏死去 要回来争讨的时候 共同书接到 他家里所有的财物 他两个女孩 辛苦在做工作 他维持他们的生活 到三位都是外交的 驾来贵政 到其他人的得救来的努力 他在60回时 抹两三遍 驾近死亡的解散 在喝酒 不听时 只有感叹 没能不能亲身来望 听到你的家庭 以及要照顾心路的感情 一旧五空年 外博 外博 在那车山川 有一座道团 记录的主持人 名叫贵 主称为外博 他在厨房东的手段 宣传民 想要沉南信路 的观看 他发展道团 有一处他将被警方人为虚人民众 依虚无罢不黏命去世 在大大办理上司 并经理治出众 但是他的估计将被警方知道 明明人欧望开关严肆 发现并无罢不的思想 好像有看倡务起座的武器 罢不比白糟头无路 而且自己知道有过程 就这样 国家跟一些东德的人 欺责几政 群主拜奉万金天主等 救既报信夫 追求真理 并且与主既的策务 懵懂 射到的行为顶顶 打破 疑端 射算 为主作建政 帮助传告 以后经过十万年心念 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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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